75年来 世界上有许多与中国人民志同道合 同舟共济的老朋友 好朋友 今天被授予友谊勋章的 迪尔玛罗塞夫女士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 为中国发展 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谊 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中国人民愿携手世界各国人民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